可能是我自己也是業務的關係 每次聽到別的業務想要用話術說服我的時候 我的心裡就有一種厭惡感 譬如說健身教練可能會跟你說 你不要覺得三年的時間很長 健身是一輩子的事情 價格也不是重點 而是你究竟願意撥多少預算在健康上面 我知道健身是一輩子的事情 但是我想到要綁約三年 心裡就有一種不好的回憶浮現 我覺得我算是意志力很薄弱的人 所以我以前有這種想法說 既然我意志力這麼薄弱的話 那我就去綁長約 然後用這種強迫的方式 讓我一直堅持某一件事情 結果呢到最後我根本沒有熱情了 我只是為了上課而上課 後來到最後我覺得這樣不行 我不能這樣為了上課而上課 所以我就上網想要把我的課程賣掉 結果一上網發現 哇根本就像股市大逃殺一樣 大家都想要把課程賣掉 然後每個都在比斷頭價 後來呢 我開始研究增加意志力的方法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 意志力的科學 以及如何有效的增加你的恆毅力 首先根據研究 意志力其實像肌肉一樣 你想想看 今天假設你突然發瘋了 連續做一千下的伏地傾身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之後你的手就會完全沒有力 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在我們的大腦前額葉皮質區 是掌管意志力還有理性的控制中樞 意志力跟肌肉一樣 也很容易沒有力氣 長時間使用意志力控制某一項事情 根據實驗的結果 你在另一方面的控制力就會下降 譬如說 你雖然不抽煙 你可能會吃比較多的糖果 你雖然不喝酒 你就會吃比較多的宵夜 甚至還有研究指出 長時間進行節食的人 通常外遇偷吃的機率會比較高 當我們了解到意志力是一項有限的資源以後 我們到底該怎麼做呢 你可能看過TED的關於橫毅力的演講 你也知道那些成功的人 其實不是說他的智商或外表條件比人家好 而是他們都有異於常人的意志力 意志力的肌肉到底要怎麼訓練呢 在此我就提供 增加意志力的三大原則 你可以上這個英文的教學網站 註冊免費的會員試聽 你以為你這樣很自然 可是大家都看出來這是業配 與其你說這個是業配 不如說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具體的示範 你不想學英文也沒有關係啊 假設你想要練健身 你想要練日文 不管怎樣都可以適用我的 增強意志力的三大原則 俗話說萬事起頭難 其實做任何事情呢 在開始之前我建議不要想太多 先做再說吧 譬如說我們的Cambly 我看看 他有提供免費的試聽 所以說你就申請免費的試聽 我看一下多久 只有五分鐘 等一下各位 我打給Cambly的老闆 我覺得五分鐘可能太短 我看可不可以幫各位爭取說 讓他加長一點 喂 對對對 對 對那個 我還想試聽只有五分鐘 是不是太短了 蛤 沒有辦法增加成本問題 不是啊 你只有五分鐘 這個自我介紹一下就結束了啊 沒有辦法 那我不要錄了好了 不要錄了 不錄了 有跟總經理確認過可以再加碼 是不是 好好好 這樣我比較好 跟觀眾交代 好 剛剛經過我的那個 跟高層主管的協商 今天呢 假設用我的專屬的連結 你還是不用花錢 但可以你的免費視聽 從五分鐘 增加到十五分鐘 謝謝這個Cambly的老闆 特別給我們加碼 從五分鐘到十五分鐘 另外呢 Cambly也有自己的專屬的App 無論是iPhone 或是Android手機 或是你用電腦的話 它都有一個專屬的介面 有些網站可能說 他需要用別的軟體 去跟老師上課 比如說用Skype 我覺得在專業度上面呢 Cambly還是略勝一籌 反正視聽是免費的 假設你聽完不喜歡的話 你不會有任何的損失啊 其實做任何事情都一樣 健身或是把妹 或是學語言 不要想太多 先做再說 無論學習或是運動 把目標分段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我跟你說 今天你要游泳有100公里 你聽到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100公里 怎麼可能 我想你應該會直接放棄吧 但是今天我們把目標分段的話 譬如說 我們一天能游一公里的話 那我們大概花三個月以內 一定可以游完 因為你會成長 你第一個月可能一天只游一公里 但是呢 等到第二個月你可以游1.2 1.3公里 把你的目標分段慢慢成長的話 你比較不容易放棄 而在這種目標分段的過程中呢 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學習曲線 不斷地上升 如果你沒有把目標分段的話 很容易造成一個學習曲線 到一個巔峰以後 就一直往下降 那麼學英文也是一樣 你可能說 我很忙啊 或者說 你跟金語一樣 你的注意力太短了 沒有辦法去上60分鐘的課 Cambly也有提供你一次15分鐘的課 我問你一個問題 假設你真心想要學好英文的話 一個禮拜播15分鐘出來學語言 我想不是很困難的事吧 先上一個月 假如覺得有興趣 再往上加 可以增加糖素 或者是每次上課的時間 好好設定目標 設定目標就是為了達成 達成以後你可以設更高的目標 這樣一來的話 會有一個正向的循環 保證你越學越起勁 在影片最前面有提到 以前的我因為我意志力很薄弱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跟他綁三年的長約 最後我到底學到了什麼呢 我只學到了 後悔兩個字 要增加恆毅力呢 挑戰性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綁長約的方式 基本上是沒有挑戰性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根本連放棄的權利都沒有 你只能硬著頭一把上完 但是Cambly 提供你隨時放棄的權利 這樣一來呢 你更可以把所有的精力 聚焦在說 你願不願意學習這件事上面 對於Cambly而言 因為你隨時都可以中斷 所以他們的老師也會更努力的交 留住你的心 你每個月都有放棄的權利 但是你選擇不放棄 當你不斷挑戰自己以後 你的能力也就會逐漸的上升 當你能力逐漸上升以後 你的成就感就會一直上升 其實我們每個人學事情 真正背後推動的原因 是成就感 成就感給我們這種生存的意義 當你做一件事很有成就感的時候 你就會越做越起勁 你根本連停都停不下來了 你哪有時間說放棄 如此一來呢 你的恆毅力也在不知不覺中 不斷的成長 好啦 聽我講完增加恆毅力的三大原則 我們該怎麼行動呢? 當然是先做第一步 先做再說啦 立刻使用好輪提供的優惠代碼 你也可以在我的備註欄 直接點連結進去註冊 你就可以享用 本來是5分鐘的免費視聽 直接提升到15分鐘喔 趕快去申請會員吧 譬如說你可以上這個網站 註冊免費的會員視聽 你以為你很自然 大家都... 對不起...